演员呢,拯救的是说学逗唱 我借光叫面,我来考考你怎么样 事前,教育部国际合作语敲流司公布了2020年度 中国政府优秀来话留学生奖学金获奖结果 河北大学尼日尔级留学生西马被评为2020年度优秀来话留学生 西马在中国留学的十年里 接触到了太多的中国文化 写书法,学相声,练武术,做中餐 已经成为西马的日常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力量和自强精神 蕴含在书法的战末运笔等每一步之中 西马说,通过学习书法 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受西马的影响 他的妻子也来到中国 我妻子也在河北大学学习汉语 然后我的女孩也是在宝丁出现的 也是老师给她取个名字 我来中国的时候 我可以说就是一个小伙子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政府 已经成为了爸爸了 西马是河北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让他萌生了学习中国传统相声的念头 西马表示,汉语博大精深 同一个意思 汉语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 通过对相声的学习 可以加深他对汉语的理解和运用 好不容易 必须得被死 我们有时候晚上不需要 一直在被 现象里面也有很多中国诚意 也这个是对我们外国留学生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提高自己的汉语口语水平 西马2011年开始练武术 自从加入武术队以来一直很刻苦 他已经获得了十余项国际武术比赛的奖项 现在西马已经是河北大学国际武术队的队长 八级拳,陈氏太极,孙氏太极,行义拳等 都是他日常练习的重点 武术可以带来很大的变化我的生活 尤其是我个人 我现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无论碰到什么的困难 我会坚持 西马说 通过练武术让他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尊重 互相切磋 西马学会了武术抱全力 理解了中国文化的五胡思海基兄弟 和而不同等 一带一路我觉得是 二十七届 最大的文化交流项目 我们这些来中国留学 也希望多关注中国的文化 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 重播给很多朋友们用过的文化